雲端上都有,我有把它mark,我剛剛改的部分 你們可以自己再到雲端白板上面稍微看一下 在第16月的地方 最後我是希望說 歷年竊道折線圖 我想要放的第二儲存格 然後有10欄寬 20列高的話,那我應該如何修改 剛剛的錄製的程式 那我們剛剛錄下來的 這個歷年竊道折線圖 它目前的大小跟位置應該都不對 所以我如果要修正的話 要該怎麼修正 特別注意,一 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這個 我把它按編輯好了 樞紐圖 剛剛這個地方 那它的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在這個 add char2這裡 所以一樣,你可以在add char2上面按F1 F1之後的話呢,它會有一個說明出來 那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add char2後面的參數 它預設這兩個 一個是style 一個是什麼char type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後面的話 還有四個參數 是沒有加的 那這四個參數實際上 這兩個 就是坐標 這兩個就是寬跟高 那所以我就乾脆自己給它下一個坐標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它放在那個 第二儲存格的左邊那條線 跟上面那條線的位置 所以你的敘述方法的話 很簡單 只要在這邊後面 兩個參數 後面逗點一下 跟它講說 你幫我把這個坐標放在這一條線 有沒有 這邊lapt 這個儲存格的左邊這一條線的貼旗的位置 那敘述方法很簡單 主要還是要靠range range 哪個儲存格 b2 然後呢 左邊的話就點lapt 記得它的坐標一定是先lapt lapt的話是水平位置 然後呢 第二個是它的上面的位置在哪裡 那一樣啦 你就拿那個range 第2這個 我的習慣是把它複製 拖拉加Ctrl鍵 然後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tob 點tob就好了 那它一樣 它會有清單 那其實有些時候 那個屬性名稱太長 我的習慣就是用選的啦 比較不會打錯 那這樣如果你直接加兩個座標的話 你會發現 執行 它的位置 就會剛剛好 放在你想放的儲存格的地方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這樣 你要畫很多個圖 你要怎麼排 你都可以排得很整齊 也就是說像那個Power BI那種dashboard 甚至你工作表你要怎麼放 你都可以放很多個 你要怎麼放怎麼放 OK 可是Power BI有幾個缺點呢 它不能寫程式 OK 所以很多地方就麻煩了 然後呢它的模組就固定 可是Excel 你如果用這個 你愛怎麼放怎麼放 你可以放得很漂亮 OK 可以從不同面向去觀察 這個資料 OK 所以第一個 坐標OK了 那可是寬跟高怎麼辦 一樣嘛 我剛剛講 寬的話呢 就是在後面再加 寬 那我希望 十欄 所以還是以這個儲存格當基準 這個 所以這個儲存格 你不能變 一變的話 可能它的寬度變 它也會跟著變 那我們 豆點 寬度的話呢 一樣用range第二 點 寬的話有個屬性 叫Vis W 其實打一個W 它會出現 所以其實在VBA的程式撰寫 有時候真的不用背 點下去 清單就出來 然後呢 它的一個 可是我要十個藍寬 在後面記得 星號 星號十 星號十就是十藍 OK 十個啦 那高的話呢 最後再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加一個 這個儲存格的高度 所以 點下去啦 然後你記h就好了 它叫height 有沒有 這邊就有了 然後我要二十列 所以乘以二十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所以喔 主要是在那個 add chart2 這一個方法 它其實是一個方法 後面的話加坐標兩個 有沒有 left 跟top 然後 width乘十 height乘二十 好 那最後的話我們把這個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了 把它執行 這樣看一下 這個應該到十個沒錯 這邊的話應該到二十列 二十一沒錯 因為我們 從那個 第一列控 所以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按照我們的要求 得到 樞紐 樞紐圖了 那當然最後 我是希望說 可以把這個跟這個整合在一起 那最後當然 如果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sub 所以這個sub名稱的話 我們叫打一個sub好了 這sub名稱叫做什麼 立連切到折線圖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前面已經寫了一個樞紐表 對不對 那這個樞紐圖 我們可以這樣 就是如果你要把兩個 因為我們如果要執行 變成要執行兩次 但是如果你只希望執行一次的話 那你可以先 建一個sub名稱叫 立連切到折線圖 然後呢 你可以在這個底下 寫一個叫call call 就是呼叫 呼叫樞紐表的那個sub 然後再呼叫樞紐圖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先把這個 記得這個要先刪掉 我重新讓它跑一下 沒有對不對 那如果我現在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就出現了 樞紐表 樞紐圖 OK 不過現在可能還是要手動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一下 有沒有 它就兩個 你說兩個怎麼串 F8 先跳到樞紐表 有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是先產生一個樞紐表 然後呢 跳回來之後呢 再去跳什麼 樞紐圖 有沒有 再去畫這個圖 得到最後的結果 OK 那到底一樣 後面其實那個各區比例圖 跟路接到前十名之條圖 其實也可以樞紐表 樞紐圖 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話 可能請各位自行再練習一下 就不是人工的 而是希望呢 可以把它變成全部都自動化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是 可能就把那個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置信這一題 給Ending掉 所以後面也許 請各位回去再多多練習吧 那今天講到那個CharGBT 如果你 沒用過的同學 我建議 不妨可以試用看看 另外的話 我們又講CharGBT 轉公式轉VBA 然後又跳到Function 然後最後 樞紐表 樞紐圖 好 那 這個